静起历程 学起历程 大家如果有笔都可以记得 它最重要是四个话 相关话 故事话 细节话 差异话 最好的一个学习历程 它是从问题导向开始 我想解决一个不幸 我想解决一个问题 那为了这个问题 我去修了哪些学分 看了哪些书 访问了哪些业师 做出哪些成品 参加哪些检订 比赛得奖 最后我产生了什么论文 甚至解决了哪些问题 但是如果要解决更大的问题 我需要进入贵校贵系 才有办法解决 所以你一定要录取我 所以呢 PBL为始的故事话 是最优秀的学习历程 这个是我辅导的一个学生 他录取的七所大学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他的学习历程 然后他的学习历程有个特色 就是图胜表 表胜字 记得这一集点 所以大家看一下他的历程 我们看到 字不用太多 讲重点 今天要用图表 今天要用图表 然后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 其实他没有得什么大奖 他的教授跟我说 哪方有一个地方被他们加很多分 就是哪方所有的学习都是主动学习 因为体育班学生必须花很多时间 做竞技的培训 但是他学程式是去问 学校有哪个老师在教Python 学完之后再问哪个老师在教11++ 所以他到我们学校第一个礼拜 他就走进我办公室 他说老师我要跟你学 好啊好啊 参加我的社短社 他参加我的校刊社 然后呢 我教他写作 所以他就是这样 他主动 他主动 他国中的国文老师就推荐他来找我 所以他就校刊我们得了全国的金子奖 然后他的心思跟赏文也都有得奖 这都是小奖 但是重点是主动积极的那一个态度被看见了 所以这个表这个表替他加很多分 主动主动找业师 主动找业师 而且他把这三年的所学东西全部图表化 所以记得学生能用图表就不要用文字 新北不是最有钱的 新北也不是最好的环境 但是我一直觉得新北有最大的热忱 愿意为孩子多做一点 所以在111 我个人预测 111会有一段兵荒马乱 所以别忘了 尤其在制度在改变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机会 在乱局中我们要帮孩子找到一些好的方向 跟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可以让大部分的孩子都留在新北 在地就学 新北整个的教育环境 已经跟台北其实是一样的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异 我想大家的环境经过这十年的改变 整个的大环境 我们最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在教育部服务的时候 我也看过整个的升学的那个分析 十年的分析 问题在于原来孩子是什么样子 十年后他不会因为他读哪个学校有什么改变 其实还是跟他原来的轨迹很像 所以只要把新北优秀的孩子留在新北 他的三年后 在我们新北的读高中子 一样三年后 他一样有很好的发展 这个是长期的大数据的研究 所以并不是 有时候常想 并不是我们学校多厉害 是他的家庭 给他最好的支持跟协助 就像我们的下一代 很多的教育的问题 还是要家庭一起来帮忙 我想教育的问题 我们谈不完 但是我希望各位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让新北教育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